华联市公所除了加强各项的专业教育训练 也会安排线外观摩 让队员们学习其他县市的成功经验 而在今年10月份 华联市清洁队就往屏东南州环保共荣公园参访 而看到屏东将社区公园结合环保教育的设计 都认同华联市应该要学习更加多元的自收业务来推动模式 清洁队员任务繁仲幼辛劳华联市公所 除了加强各项的专业教育训练 也安排了线外观摩 让队员们学习其他县市的成功经验 今年10月份 华联市清洁队前往屏东南州环保共荣公园来参访 看到屏东把社区公园结合环保教育的设计 都认同华联市应该学习更活泼多元的资源回收业务推动模式 今天非常的开心跟着我们所有清洁队的同仁来到了屏东 围起四天三夜的一个县外的观摩 那我们今天是到了我们南州的一个环保公园里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其实有非常熟悉的一个外星宝宝的一个造景 那我想跟我这个童年纪的大概都领过我们以前 环保鼠发的我们整个外星宝宝的一个铺满 其实外星宝宝它对应的是有回收的一个项目 那可能有玻璃有纸类有塑胶有垃圾等等 那今天整个整体的一个产访 那是用环保的一个意向做一个特色的一个公园 那我希望说未来在县外观摩的时候 能够取我们各地的一些特色 那或许带到花莲来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风貌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清洁队 那也在凯米风灾的时候大家都辛苦了 那也希望说这一趟县外观摩有非常多的环保的一个景点 大家都能吸取更多的一个知识 华联市长魏佳燕表示 环境保护爱护地球是所有人的责任 清洁队的任务是协助打造清净家园环境 希望透过县外观摩学习 让花莲市的环保业务能够更有效率 也能够更符合市民的期待 这里会 评中市报道